他表现一个最美的心思 所以他不完全意味着就是一男一女 这个感情 不一定的 当然包括在内 这个网路上有关爱情 我先跳过来了 我在这个理论不说了 这个网路上有关爱情 是个多情人士 选出中国诗上自世经一环 世经一环最佳的一百首和一百句情诗 此把前诗名列在下方 一带见宽终不悔 未宜消德人交瘁 刘勇 这是谁说了 刚才 刘勇 有泉水在这地方 就有人 唱刘勇的诗 人家说是有自来水的地方 就唱针头语的诗 他是第一名 但是第二名就是诗经 这个 是吧 四神起过 以此之处 至此之处 以此之处 那个时候的婚姻制度 非常的坚固 那么我们现在 婚姻制度 非常的活泼 第三 两情若是九常识 又起在 朝朝 暮暮 所以 这个是象征 人的命运 常常会分离的 不再住在一起 如果 只是 你这个情可以持久的话 暂时的分离 什么是没有关系的 在下面 这一百首 我不能 我不是人展览这个 相思相见 如知何日 此时 此夜 难未及 所以李白 无论如何 他在唐诗 唐朝的诗里头 他在写爱情的诗 是最多的 他的最高层次的爱情诗 是归院诗 归院诗 是战争诗的别才 是爱情的最高层次 丈夫或是儿子出征了 妇人守在家里面 等候 而且还要照顾这个家庭 如果有老年人在的话 这个情诗是最高层次的 这个就是 李白 但是 这个故事 他情诗的那个 情诗 有些个句子 颜草如碧丝 情桑敌礼之 当今怀归日 誓戒断昌时 春风不相识 何时入罗尾 像这样的情诗 这是李白写的 我真正我的一生写诗 错误 是其中很小的 也很这个 我这四个板块 我觉得 我是个汉战儿童 我是一个内战的少年 内战时代 我开始流浪 从北平逃出来 到南京 到武汉 到湖南 恒雅 长沙 恒雅 到 广西 贵林 到 贵州 到广西 到柳州 到广西的 吴州 到黄土 然后从黄土 到台湾 经过很多地方 是这首诗的不同 是 我小的时候 我说从南京 逃到山东的阶段 那么退路 那个时候 已经到九月 秋天了 树叶都糊了 日本是十一月 攻打南京 那个八一三号 八一三的这个 户战 已经结束了 日本 已经从这个 杭州湾登陆了 要攻打南京的时候 我们的逃到 山东的路上 铁桥都被 日本人炸了 所以我们要下来 走路 走路 一段一段的 结果 这样子 非常辛苦 那么在一个小镇 在路上走的时候 我还在骑地上 鼠气 这样子 小孩 六岁 那么 听到后面 飞城 就像这个雷的声音一样 轰隆轰隆的过来 那么 我就被撞到一天去 是马车 马拉的炮车 一个马拉 一个炮车 一步 一步过去 因为 背战 台湾会战的背战 我被撞 放到一边去 这个场景 我永远记得 在我的全球时期 所以 达达的马蹄 这个意象 他在我 最需要的时候 他就出来 用达达的马蹄 我不是 从别人的文章 给找出来的 也不是 从任何的一个地方 它是属于 我的过去的经验 而且母亲 在流浪的途中 那么 教我 唱诗 因为我 父亲到前线 不是普通的前线 是张自忠的部队 张自忠后来勋国了 他的部队 瓦解 他就去那个部队 那 这个做母亲的 是吧 吴克兰 那个时候在流浪的时候 到二伯父家 到了二伯父 我们家庭就回了 我父亲 他的兄弟 姐妹 等下面一带 全部都记录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家的一个特质 这个时候 母亲教过 这个诗是很短的一首诗 我能记得住 打起黄英儿末教之上题 提时精切梦 不得到辽西 这是宋朝世人的作品 宋朝是我们历史上 军队训练最精良的一个朝代 大家不知道 但是他的敌人是辽国 辽国建国比北宋要早 王国比北宋要晚 所以 这个北宋 整个的一代 是跟朝国为朝 跟那个辽国为敌 而辽国文明很高 他不但是一个游牧民族 其马民族 这个善战的 也是一个农业民族 但是辽国的失败 是他自己内讧 让军人得成 这个到辽西 就是宋朝的时候 争人都是要跟辽国作战的 所以 我记得这首诗 后来我研究历史 我了解 这个诗在当时 一定是传颂的人是非常多的 越简单的 情越深的诗 传颂的人越多 你太复杂的 这个就不同了 那些就是做书斋研究用 我就酝酿了这个 这个写这个归院诗 到了北京 到16岁的时候 我开始写第一首诗 在北大的手机学校 当年的冬天 我们流浪到武汉 在武汉的武汉时报 新诗原记 投第一次投稿 投一首诗 叫爬上汉口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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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记 我 最后两三天很快 它就是 我投稿去的 这个新诗原地 出版的 没有等 可以登出来了 在新诗原地 这个 看头的旁边 打了一个黑框框 把我的诗 登在里面 字也好像是比较大 但是外面有很多其他诗人作品 有些的都是我知道的知名的 无旧的 我那个时候还用的笔 没不是这种 叫青炉 青年的青炉 是我的家乡 卢潭 这个卢潭的静音河 都是卢尾 一片烫 就叫做卢尾 就是青炉 青那个时候还觉得 这个字美 而且它是爱青的青 当时很崇拜爱青 爱青的诗人 这个边境 寄信来给我 他叫胡白任 他的地址是 武昌 我都住在汉口 他说武昌 鹏流洋路 237号 那么这封信 说我们住在 我们是军人家里 七体都是军人 他说武汉警备 司令部的 副常常长 中将 他看见那封信 他说 他用独悲话说 这个地方呢 是 这个地方 是 这个中共 银虾 银虾什么什么的 那个 联络处 他都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 所有唯一界 都是左台 我的师爬上汉口 是抗议 帝国主义的船 把汉口的那个港口 都堵塞了 我们的船来了以后 进不去 要跑很远的地方 停下来 这是真的 就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 你脑筋要抗议 一会五年 这个对我来说 更重于首位的情诗 年轻孩子们写诗 第一首诗写情诗的人 很少 这是这样 后来 到了武汉 从武汉 又流落到 衡阳 湖南衡阳 等我父亲 我父亲 那个时候 在北京 还没出来 他说最后 一个人 中央 派了一架飞机 把他和一个 空军的 一个 降临 接出来 是这样 我们家这个军人家庭 是这样的团单 他要我们在衡阳 跟他会合 因为什么 当时的中央政府 不知道要搬到四川 还是搬到台湾 衡阳 有货车 可以到贵州 贵州 可以到四川 衡阳 有货车 可以到广州 广州 可以到台湾 他就在那个地方 他是陆军大学 他后来带陆军大学 到台湾 他是一个 一个叫什么 战略墙 我们就在那等 对我来讲 不错 衡阳有个报纸 叫力报 力量的力 力报 有一个深原地 叫做新土 新的泥土 一看就知道 这是左派报纸 左派 你们太年轻了 不知道那个时候 一眼就知道 这个就是 就好像那个黑社会 在茶馆里喝茶 他摆茶杯的那个样子 另外黑社会 一看 这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样子 他一学信来 编辑先生叫 陈读 陈 陈 陈诺的陈 毒 是出生之毒 不怕苦 那个毒 这个名字都是左派的毕灵 这两个业子 所以我 在一路上 还是在流亡的情况中 我心里都记住了许多的场景 还是如此 后来又回到了 到南京 到南京 又到莫愁湖去 莫愁湖是我小的时候 住在南京的时候 离我家庭员长跑去玩的 我最喜欢的是莫愁湖的莲花 那边那边的莲花 那么这让我觉得神妙的 是这个采莲棚的 采莲子的那个女孩子 她们做了一个枣盆 圆的洗澡盆 木头枣盆 然后会转的那个枣盆 她可以在这个莲花里面转上 一个一个平 那上来的时候 我们小孩看 她就给我一个新鲜的莲棚吃 我常常跑过去看 所以这个莲 在我的当时想 那是很美的事情 所以我看莲花开始的 莲花在看 我在逃难 是到了冬天 这个好像是林彪的部队 包围了北平 那么我们逃出来 又到了南京 第一站是到南京 我又去了墨仇湖 那是一片七连 这个莲花 它枯萎的时候 是很难看的 因为莲棚就摘了 很多枝盒在那里 都是黄颜色 叫黄的颜色 我们知道莲花和荷花的分别在哪里 荷花就是那个花 它就是那个花 莲是这个植物的生命 它有莲棚 莲子 莲藕 没有荷棚 荷子 荷藕 这个画像 但是当莲花和荷花说的时候 都可以 我当时就觉得莲子好美 因为它是佛教的印象 佛教都是用莲字 没有人说是用和字 我那个时候 南京已经人形狂妄 很多人呢 就是看着样子 连灯都没有 到了黄昏的时候 有几个街上都是黯淡的 我开始就运念了这样的一首诗 又再次到南京 然后又从南京 唐战到武汉 我说过了 又从武汉到衡阳 到了衡阳 又到了昆别 在昆明的时候 我们住在东湖边上 有一次我跟白献永聊天 因为他父亲是这个 是那个广西的白崇熙将军 是吧 我说我们住在那个 东湖旁边那个房子 怎么样子 一个院子 他就是我的隔壁 那个白献永说话就是这样的了 他是我的隔壁 住在白崇熙隔壁 没什么意思 在那儿待一段时间 我父亲他们决定去广州 他们那个同学们同信 去广州就是去广浦 因为陆军大学把他招去了 陆军大学从南京搬到广浦 意思就是说他们知道 将来可能就是去台湾了 我父亲去了广州 可是呢 我去送我一个亲戚 到桂林去 而不是到 到柳州去 到柳州 又从柳州 那个时候路路绝了 不通了 公路 又从柳州 坐柳江 柳江的 柳江是入什么呢 入无江的 就是西江 入西江 所以又坐船到西江 从西江再到广州 从广州再到 黄埔 我那个时候只有16岁 而且还带了一个副官 那个副官还不如我 去到那边 还有一个 我们的老奶奶 我年轻的时候 碰到特别有危急的时候 我很幸运 我那个时候就是 经验 当时记了许多这个事情 到后来我写作的时候 他们是跳了 在雷跳到哪里 这首诗 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任何的西方写诗的技巧 我没有在中国 在中文这个范围内 学过文学 我是到了美国以后 才在安德国大学的英文系 学诗的创作 那么接触到西方的文学理论 我忽然发现 我这首诗和西方的理论 完全的齐合 我把这首诗翻译成英文 那么冒充我是原始的英文写作 那么我们上课的时候 就和大家一样围坐在一起 没有人没这么多 那时代的学生 每个礼拜上课 要把自己的创作印出来 每人发一份 然后坐在那儿 轮流地读自己作品 接受批评 接受这个意见 当然这个批评 当然很多是好的意见 我一定是很坏的 那我把那首诗 那个 那个 年纪运纪 信任集 我说 有些学生就提起来说的 我感觉到什么什么 他们有时候是 学生同学之间是互相捧着的 我感觉到什么什么 他讲到什么 我感觉到 我说英文 我感觉到 我会认为 维绕了 在这场景 或者说 这不是很有趣 这个人物 或者讲 Oh wow that's a great ending 他说 Oh that's very genetic 好 原来复合了 日西洋诗的 那篇写的条件 对吧 但是我真正觉得 那首诗 我安排的 出于我的心灵 我的文化 是它的节奏感 这是洋人 不知道的 这个节奏感 节奏感是什么呢 是 吃人的一个情绪 流动的情绪 突然碰到 一个场景 是在你的记忆中 存留的 这个场景 让你这个 潜意识里的 记忆的东西 跳出来 你这个情绪 就集中了 就强烈了 要表达了 是这样 但是表达的时候 真正需要的 形式的完成 是它的 文字的音乐性 这个音乐性 从哪里来呢 是从你的情绪 的流动里来的 看你是哪一种情绪 你很激烈的 你这个 节奏感一定是 短促的 强烈的 像这敲打音乐一样的 是吧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首诗 真正让别人 能够记住的 而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些 那些歌大家会忽略 而记住的 能够自己会背 甚至是背诵 这首诗 是它的音乐感 当然西方人 他们在诗里头 最重视的 也是音乐感 的music quality 是最重视的 可是 这首诗 他们不知道 我翻成英文 完全不知道 翻译 把最重要的东西 给 给移识掉 是这样子 那么 我这样说 这个我们看有四个字 有 有十几个字 四个字 它一个字代表个音符 大概可能是 全音符 二分之一音符 七八个字的 可能是 四分之一音符 那么更长的 可能是八分之一音符 十六分之一音符 你很快带回去 我读的时候 那么大家 不要特别注意这个 否则影响这首诗的情绪 了解了 但是我希望 我现在这样解释了以后 大家也许增加一些 能够了解这首诗的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荣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 三月的柳续不飞 你的心 我不是归人 是个过客 我这样的音乐性 可以表达一点 我表达了一些 对吧 我想许多的诗都有这样的音乐性 在我的作品里面 都有的 我重视这些 我们现在的诗 你表达这些音乐性 也要看你的内容是什么 我刚才提出了性灵 性灵 好像人人都有 但是现在 很要流行为 这个作品 性灵不性灵 无所谓 因为性灵 绝对 好像绝对是 反创意的 因为性灵太古老了 要不人类 上帝造了人类 就有了性灵 这个为什么要强调 大家强调语言 诗的语言 这个诗的语言 可以 特别是 我中文的语言 很多人 在经营语言的时候 不惜 违 也不是违背 用了很多的成语 在诗里 我的诗里 很少用成语 这个成语 是古人的文学语言 有的时候 这个成语真好 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多半是四个字 能够把很复杂的 很多的感情 粉丝化的境况 表达出来 很多人 用成语 因为成语 大家习惯了那些成语 忽然给它个新的意思 会造成很多的乐趣 觉得 这个语言 用得真巧 成语 用成语 第二种方式 用西洋的语言的许多的字 把它参加进去 给人一个新气感 新鲜感 这些 那么这些个句子 会收到很好的读者的喜态了 我们有个诗人的朋友 年纪比我大 他比一般的都大 比现代的这些个 比 比余光中 他们都大年纪 叫彭邦真 他们叫彭老大 彭老大 对 他的诗 有很重的传统的意味 他们忽视他作品 他呢 没有提出 性灵这个说法 他还看了许多的诗 只是语言好 而本身 没有什么所谓的关怀 这些个没有的 他就说 敲言不是诗肉 那是湖北人 敲言不是诗 所以现在的诗呢 有一种派别就是敲言派 文字写得非常巧啊 好 这个句子 整首诗有什么含义 有什么骂 没有 诗 最重要的一个是 诗文字很小 音乐性很强 它不是歌词 诗和歌词的分别很大 诗还有层次 层次 那么比方说 这首诗 它有层次 这个层次 我读完了这首诗 说这个层次在合著 什么是层次 我再读一次 我刚才读过 要不再读 不要 还要再读 我读诗证 是解说了 是解说 过两句两句读 我读 这个我读力出来 我在外国人的诗里 讲证我是speaker 是这首诗说话的人 所以我把它单读 说我打江南走过 读的时候 不是我打江南走过 有人说我打 你打谁啊 这个要说 我打江南走过 这个打就是从的意思 所以有很多人读这首诗的时候 我打江南走过 我打人就听你打谁 我把江南走过 现在我们知道江南了 江南下面跟着下来是季节 江南季节 那么你把这个地点 这个场景 赋予了它时间 这个在英文中说 就是time passage 时间 有了 这个季节是 这个场景的 之一 容颜 如莲花的开朗 有了容颜 你知道有另外的 一个人的脸 同时它也是 莲花的脸 双样都有了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有另外一个人物出现 这是相关的 我们读就是 才知道 古人的诗里面 对于这种相关的 这个词汇 扣得很紧 这个在纪玄的诗论里面就说了 这个叫做知性 知道的知性 它不是理性 是知性 知性就是 语言本身相关联的 这个表达 你应该在情绪之中 可以掌握 可以连贯下去的 这个也是情绪的 那么季节 江南 季节 然后指出来了 东风和三月 东风不来 在三月柳迅部份 这个场景告诉你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已经是一种心理的情况 到了三月 还没有看到柳迅飞 有的人心理上就有了一个感触 所以下面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成 这样接连下来 这个层次 这个时候 场景的本身 若恰若轻实地接到相反 这个 告诉你 这个时间是傍晚的时候 傍晚了 就是整个的场景 这个大舞台 灯光暗下去 等了一天 等到傍晚的时候 穷阴这个字 有点稳言稳 只是取它的声音 穷阴 你不能说脚阴 足阴 不响 穷阴是穿了鞋 走得很慢 的一种声音 只有一点 偷偷来看的那种声音 穷阴 不响 穷阴想了 这个三月的春围和柳絮 就会打开看看 是谁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 有另外一个人物在哪里 这个时候这个人物 就是 第一个是你 现在有你 你的心是小小穿的 其实你的心 是 我特别用小小小小 它有声音的效果 也是说 也是一个实景 我们乡下许多房子 都是小小小小的 窗阴经验 下面 就是这个过客 很快的都过来了 那后面这两行 是应该分开的 这个 这个没有排列好 将来 我会把它重新整理 这个排列很重要 上面的两行 是副标题 底下 错误底下 这两行是独立的 那么 到这个向晚 下面就是另外一段 穷音不响 三月出面 这两行是另外一段 我达的马蹄 是另外一段 是这样子的 那么 我达达的马蹄 是美丽的错 我读得快 是一位 是冲促的经过 经过了以后 经过这样一个场景 这个我发言的人 他不是一个木然的人 他就有了感觉 他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归人的地方 但是我不是归人 难道这样美好的一个地方 我应该是个过客吗 我是个过客 你走到门口 一看 这个房子 有点历史的气息 你说这很不错 这么一栋 这个日 这个日之时代的 这个家屋能保留下不错 当你走进了院子一看 这个庭园很美啊 是吧 这个庭园很美 更好了 当你走进来以后 看见唐奥了 陈列了这么多诗人的作品 诗人的这个留下来的手集等等 这是唐奥 一首诗也是如此 你这首诗的语言 什么什么的 你如果写得不美 别人读的时候 完全不能进入 当这个人进入 你要给人家空间 叫他发现这个层次 可以深入 最后可以感应 看发现了唐奥以后 令这个读诗的人 可以有共同的 一个共同的思想 老师讲的句话 精彩 今天老师的演讲 还有从年轻时候 怎么样子来到台湾的 还有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看到了没有 这首诗写于1954 应该不止吧 如果老师在唐奥从南京台 跑到山东 应该不是 这个应该是定的 我是在台湾写的 在台湾写 就是回来 我运酿一直运酿 我在唐奥是运酿写这样 写这样的诗 并不是一定是这个诗 我说台南到了台湾以后 许多地方得像一样 对 不然那个老蒋总统 也不会在桃园大西发现 这地方好像他的家乡 后来我们就去这家乡看过 现在接下来是 让大家跟老师交流时间 因为今天有一个来宾呢